欢迎大世界来关心 英国牛津大学跟阿斯特杰利康 共同研发的AZ疫苗 先是传出血栓风波 后来又一次出现 神经退化症的罕见案例 上个月欧盟还因为AZ药厂 无法按合约准时交货 而提起法律诉讼 欧盟对AZ似乎已经没有信心 前两天跟辉瑞签了新的合约 在这三年提供欧盟18亿剂的疫苗 连法国总统马克宏都坦诚 对于当初选择AZ疫苗 赶到后悔 美国辉瑞药厂上周末 接到欧盟的大订单 辉瑞药在2021到2023年间 供应欧盟18亿剂疫苗 尽管辉瑞二代疫苗的价格 比第一代贵 但因应变种病毒来袭 欧盟决定不袭成本 欧盟选择AZ疫苗不令人意外 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 当初在无从比较的情况下选择AZ疫苗 未来法国还是会继续消化库存的AZ疫苗 而AZ药厂争取到法国新订单的机会 恐怕是唯乎其唯 刘雍伟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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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